109年 人口级住宅普查开始哦 主机总处十年一度的人口级住宅普查 日前找来艺人钟欣灵拍广告宣传 但没想到1号开放网路填表 第一天就大档机 民众抱怨等了好几分钟 系统大档机两次填表都失败 另外也有民众向平面媒体投诉 说自己尝试透过读卡机 读取健保卡登入该系统后屡次失败 10分钟后终于成功 跳出的填表页面 却出现已经填好的陌生人的姓名 健保卡号地址等 第二次另一人基本资料也都看到 质疑系统出包还泄露个资 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对 非常夸张 如果看到的话我会觉得很夸张 因为这是政府的网站 如果说就是自己的个资被人家 就是突然跳出来被人家看到的话 我会觉得很不安 结果上午当机 等到下午官网也公告 网络系统暂停 系统调整 作业中 截至下午4点50分 仍然未恢复 那个是委外厂商 速度慢 所以他们在解决 可能是说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沉军中 主记总处回应 网站是透过委外经营 经过抢秀 确保安全无余 才会再重新开放 但已经被泄露的个资 这恐怕难以补救 记者正人宗 齿梁台北采访报导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